本分局接獲報案 在6月29號的凌晨 零點 在我們三明區 鼎櫃跟鼎中的入口 發生了糾紛 那今率領快打部隊 立即趕往現場處理 那發現是一位29歲的王姓男子 拿著木頭的椅子 跟一位22歲的張姓男子理論 那推擠的過程中 木頭的椅子被張姓男子取走 那這位張姓男子 反而將木頭的椅子砸傷 這個王姓男子 造成他的頭部身體 有一些部位受傷 送醫治療 那根據了解 現場是一個KTV吊枷場 那工程行的老闆 O姓男子 跟他的員工 張姓男子 陳姓男子 等十多名的員工 跟家人 慶祝老闆的生日 喝完了酒 要離開店裡的時候 那與 王姓男子 跟兩名朋友 總共三名 因為都在門口 因為雙方酒後 胡言亂語 發生了糾紛 才衍生 上述的情形 那我們結合報案之後 到場 但是雙方已經分開 我們掉落了相關監視器 並把現場的人員 全部帶到派出所釐清 終於查證了上述的情形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依刑法的傷害罪嫌 移請台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另外 這個工程行的一位 員工 陳姓男子 是屏東地檢 在6月13號 發佈的妨礙 兵役的通緝犯 也當場逮捕 解送歸案 那我們呼籲 不要因為一時衝動 誤觸罰網 我們絕對 強力執法 不枉不中 維護 市民 安心 平安的生活環境 請問